下季是本港颱風季節 中電700多個4萬伏的電塔 雖然可以抵受每個鐘250公里的風力 但如果被中心持續風力 每個鐘185公里或以上的超強颱風吹襲 就有可能影響供電的穩定性 為了減低停電的機會 中電制定多項影片措施 包括加股151個較高風險的電塔和74個斜坡 又引入緊急復電系統 一旦有電塔受損 兩個星期之內 就可以建成臨時電塔 被用維修受損的電塔 所需的3至5個月快 我們的系統的設計 倒了電塔的話 我們沒有了一組的架空線 我們另外還有其他組的架空線 維持著對我們的用戶的供電 即時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那個可靠程度當然就低了 我等於一個人兩隻腳走路 突然間沒有了一隻腳 那你就跳一下跳一下 踏踏踏踏踏 所以這個電塔就加上一支拐槳 希望你可以走得穩陣一些 周騰輝說 臨時電塔可以抵受每個小時140公里的風速 中電現在已經構置了五套臨時電塔 每套百多萬對公司的開支影響不大 對於早前有工人 批評中電安全意識不足令到工人受傷 周騰輝重申 在9號或者以上風球生效的時候 不會輕建電塔 而工人組裝臨時電塔 也都會做足安全措施 我們的同事進場的時候 其實他有足夠的安全指引 也都在開工之前 會做一個風險的評估 確保我們用一個最安全的施工方法 去保障到我們的同事和周邊 其他人士的安全 中電就說建造臨時電塔的地點 會先經由岩土工程師進行勘察 在最緊急的時候 可以動用到百多名工作人員和承辦商進行造裝 香港明時記者了正晚報導